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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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今天我们来的是小锅烧烤 这应该在锦州也算很厉害的那种 至少人家有两栋楼 这一栋楼白天开 那一栋楼是晚上开 可见这东西还是晚上吃的比较多 然后来看看 同时就决定筷子 跳个多香 我会把 stories放置 continued 至少 疮 这样 没有 明印象 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细 这边一边 这叫锡纸烤油边 油边就是护心肉 算是猪肉里比较精品的那种 油边外边这层 连着筋的这一块已经烤得很焦了 然后整个油边里头还是很嫩 炭火烤猪腰子 羊腰子咱是吃的挺多的 猪腰子来尝尝吧 你看这个猪腰子的颜色 它都行不出 还有它上桌的这个骚气味 其实它离着还挺远的 我就闻进来 有那种腰子的脆嫩劲 然后再配上这个干料 味道还真好 烤羊尾这两根四十八 有烤羊不是有烤羊尾 他们说烤羊尾肥的 我们就点个烤羊尾吃 它这个羊尾是先煮薄的 煮完以后再烤熟 那种焦香味很少 肉还挺多的 看的还挺干净的 这本身羊肉香味 加上东北的这种烧烤料 吃起来挺香的 三个阶段三个变化 现在已经成QQ肠了 这是他们这烤大虾 虾还挺新鲜 而且还有虾膏 我整个这个虾子饺子都处理了 非常香 我这没有虾馅 就因为很新鲜 所以这个虾吃的也很脆 这也好吃 这绝对是可以连鼻吃 特色烤鸡针 这是两个鸡针子放在一起 表示这烤的很干的那种 我这看着有点流口水 但是它这羌子好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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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挑战失败了 哎呀 肉干肉汤 哎呀 什么都没法 就是盐 只要筋肉汤 我的天 谢谢啊 这是他们店的特色 叫回头 这要在北京 基本上也算搭链火烧了吧 这还不是搭链火烧 这就是酒杯盒子 这有这样的特色 形状特色呗 我说吃起来挺香 这家辣烧鸡针 但是吻着全是糖醋味 传一下吧 哇 算是好吃啊 炒的焦香酥脆 然后以甜味为主 没什么辣味 但是口感好厉害 就是鸡针的不太多呀 这全是洋葱啊 就我们去吃鸡针那家店的老板的时候 每天啪的供货商 就得卖五斤 没有一只鸡针能出了牛 这算是我这次本西之情 这连来再去这么多 穿鸡针的拍第二个 第一名是本西的一个锦州炸串 第二名是这样 哇 这个好吃要停下来 我们已经吃完了 一共312 第一张261的时候 我觉得挺贵的 然后呢 第二张我们要加了几个菜以后 变成312 我就觉得性价比还可以 但是10万的时候 它这量都比较小 就是特别直接串 就每一串都一顶 可能这就是人家的特色吧 我们来说哪些值得推荐啊 就烤羊尾48一盘 这确实好吃 然后烤牛筋2块5一串 虽然量比较小 这个东西还真的好吃 不同的温度的时候 它的口感是有变化的 烫烤中脑花32 我是觉得它接近九村的那个水平 虽然还没有到九村那样 但是已经算是我用 最近吃过的烤脑花里比较好的那种 锡纸油边38一份 这也好吃 外边壳很酥脆 然后里边肉很香 鸡爪子比较一般 生草这个丸 跟熟的那个不一样 我们吃鸡爪子的印象中 都是那种非常软糯的鸡爪子 但是这个鸡皮 跟爪子里的那根筋都还挺有嚼劲 然后最后加的这个辣炒鸡架 确实不错 然后严局鸡针 就除了比较硬 整体来说这轮肉吃的还是挺好的 量比较小嘛 所以你点的那样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能够多吃几点 我觉得这还挺好 我感谢您吃完这一期天的烈 下一期就是北京的节目 拜拜